你解讀後,你的真假聲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當著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是你的心理不安,而不是你唱歌出來,它有什麼問題 你是用你的心去奪定它有一個問題 你不是用你的耳朵去定它有問題 你要用耳朵去定問題 剛才你們練完之後,你會覺得有某些東西不同到以前 就是代表你們可以的 你只需要現在我們搞定三句,做得很好 一首歌有三十乘三句 或者二十乘三句,做二十次一首歌就搞定了 那怎樣搞定,搞定就是整首歌你都不需要擔心任何東西 因為你已經搞定了,設計好了 剛才Tim的示範就很好,就告訴大家 頭的時候,他只重複,總之可以重複 但他不聽,他只要重複,他就不會有任何進展 但之後他開始聽了,他就開始有些變化了 如果他這樣做整首歌,他整首歌就會有很大的變化 然後最後就是要記住 你做了之後,你不記得 那怎樣記住呢?就是重複重�,落下,再重複,再抹下 然後重複,再重複,再抹下 然後重複完之後,重複下一段 然後就拍在一起重複 所以他那個也是一樣的 你要先處理前因,然後後面,然後拍,整件事合理 然後你才可以撿到後面撿的東西 即是後面那個神光 如果不要說前面那個,你不會知道神光是怎樣的 因為整件事是一個故事 我講到最後,我講最重要的是重複 第一,一,就是聽更要過唱 如果你聽不到,你會肯定更要過唱 二,不要緊,重複重複 那練習就知道了,你可以回去看WhatsApp 但我覺得今天要講的,我很少有機會講的就是 因為,好聽就是對的,痛就是錯的 意思就是,你要改到你覺得好聽的位置 阿Tim英跟我說過,他在Rap的時候 他有時候,他都會想吐的 即是他聽自己唱的 那你們錄下的詞時候,你們是不是經常都會有些 不行,我想吐了,我聽不到自己的 如果你練得好之後,你練好了之後 就算你不覺得好聽,你都會覺得 咦,不用吐了 所以那個目標是,你要練到 你聽到自己錄音的時候 你會說,我不用吐了 這個是一個目標 但真正的目標是,好聽 唱歌,最重要的是什麼,好聽 好聽就是,有時候你會做一些低能力 然後你會弄得自己頭不同,我會弄得自己不舒服 練得多,那痛就是錯的 你記住這件事就對了 你這一輩子,就是衝著這兩輩子 好聽,但是痛就錯 好聽就對了,痛就錯 然後你怎樣練,就是這樣練 拆開你練,祈福你練,放慢你練,降機你練 然後才回來,一節一節拍 你這一輩子都不能用這節 因為全世界最厲害的歌手 是音樂家演奏家 到今時今日,如果是學新東西 他們一定是演奏家 你沒有見到他們,可能很熟悉的genre 例如,I don't know 叫我弄一整首歌 很快,因為我還很多 但我學新東西的時候,我會回來 這個method的訓練 有些人會覺得,他學得很快 因為他會晒得很緊 你拿走一個好樣子 所以,最後還是要用這招 無論你是大師,還是小師 這招會跟你一輩子 這招會將你們的練習好好的 過程神之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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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